在雨乐坛的经典盛世之一 第二十届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典礼 即将于4月15号在澳门隆重举行 为了表示共襄胜举的诚意 任带拉伤刚刚恢复的品贯 可是特地跑来了发布会现场 今天呢是我 应该讲说第一次 沾掉那个户具上台 我之前前陈这些有些工作 包括有些节目的录音啊 我都是带着那个户具 今天就是拆掉了 少余归来之后 品贯的心情和状态 似乎也是一片大好 连没能拿到 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入围名额 都不介意 港台地区 我感觉好像 入围名单很少的一个人 哦 清品的那个 我也觉得 所以我很希望在现场 可以再一次看到你 对 如果有多一个名额 就是让清品的那个入围的话 我就比较可以告诉你 谁比较机会 相对而言 有份觉出内地部分 最受欢迎男歌手的沙宝亮 反倒有了点压力 面对陆寒 TFBOYS等小鲜肉的冲击 身为老大哥 自然要做出榜样 我觉得老拉肉挺好的 我挺享受老拉肉的感觉 其实在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年代 人们的音乐的要求 和社会的发展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无论在哪个年代 去做音乐 我觉得 希望这些 希望我自己和这些新生蛋 尽量的不被商业左右 音乐 因为我觉得音乐 应该是一种最真诚的表达 原来某厂上海采访